为期两天的北京一带一路峰会落幕 在台湾立法院国防委员会 17日进行一带一路的专案报告 国安局副局长周美武透露 与中国签署相关一中协定的 其实不止越南 民进党立委蔡世英直询 周美武点头表示确实如此 民进党立委吴坤玉询问 欧盟包括德国法国希腊英国等 都拒绝与中国签署贸易声明 这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外交部次长吴志忠说 这表示他们对于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方式 有所疑虑 陆委会表示 一带一路的投资金额庞大 且涉及多国参与 财务及债务负担不易解决 未来投资回报是否足以清偿债权人 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 再加上沿线的地缘政治关系复杂 增添一带一路的风险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